哈喽,大家好,我是玉玲瓏 油条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很早之前常有的早点 今天呢,我就用买来的油条吃剩下的 做一个汤 首先呢,我们把油条切成小段备用 把小葱呢,也切成碎末 放在一个小盘子里备用 把一个手透的西红柿洗净 中间切开去剔 然后呢,把它切成小块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碗里放上玉米淀粉 加入凉水,把它搅拌均匀 在一个小碗里打入一个鸡蛋 把这个鸡蛋打散备用 炒菜锅中加入少量的油 待这个油热了之后 我们把西红柿块放进去翻炒 这个西红柿炒到变软 这个西红柿炒到变软 烧开 烧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切段的油条呢 加进这个西红柿炒到变软 然后再把刚才 这个锅里 要动作轻柔一些 要动作轻柔一些 鸡蛋液倒进这个汤锅里之后呢 为了让它有一个漂亮的外形 不要立马搅拌 我们要稍稍地让这个鸡蛋液定型了之后 再轻轻地搅拌 非常轻柔地搅拌 加入切碎的香葱 滴入少量的香油 我们来尝尝这个咸淡 有点淡 我又加了一点点盐 加了少许的生抽 和一点点的香醋 我再把它轻轻地搅拌 混合一下 混合搅拌好了之后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汤的味道 哇哦 美味极了 这个油条的喷香的味道 软软绵绵的 再加上西红柿 还有这个醋的酸味 还有鸡蛋的香味 还有青葱的香味 混合在一起 太美妙了 这是我昨天晚上 做好的水煎包 还没有来得及做视频 大家一睹为快 水煎包 它的上面呢 是非常柔软的 而它的底部呢 却是焦香酥脆的 非常的好吃 我们把做好的汤啊 还有我昨天晚上做好的水煎包 用微波炉热了一下 还有我炸好的薄脆 端上桌 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吃早餐了 非常好喝的汤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吧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动动您的小手 订阅吧 我有更多精彩视频 呈现给大家 谢谢您